如果只用一句話形容 那就是這雙鞋穿起來 很像踩在大便上跑步 X-Trade可以推進 我覺得算是一雙 它兩個功能都有具備到的一雙跑鞋 連接氣墊的這個位置啊 這邊其實是有一個小空間的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教員梁澤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跑鞋開箱 今天這一集呢 我將為大家來開箱一下 大概在市面上 3500塊到5500塊這個中階價位的鞋款 我就隨機挑選了我手邊的四雙 有亞瑟式的 Megispeed 2 Nike AirZone Temple Next 我沒講錯 這麼慘的名字 這雙定價是全部裡面最貴的 5500元 那還有這雙 是愛迪達最近推出的 Supernova第二代 那這雙定價是裡面最便宜的 是3600元 這雙呢也就是Holka推出的 Clifton第八代 那這雙呢跟亞瑟式的定價一樣 都是4580 今天呢我將帶大家 透過平路 也就是柏油路 還有田徑廠 最後呢也會帶大家到上坡還有下坡 來穿著這四雙鞋 體驗一下他們分別的腳感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四雙鞋穿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不會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些 可能他們在官網上有寫的內容 我比較著重會在我實際穿著體驗這四雙鞋 在四種不同的道路上穿起來的腳感 OK 那我們就一雙一雙來跟大家介紹吧 第一雙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Holka推出的Clifton第八代 那這雙跑鞋呢 我實際穿著它去體驗了 平路 上坡 下坡 還有田徑廠 那在這些不一樣的場地下呢 實際最明顯的感覺如果只用一句話形容 那就是這雙鞋穿起來很像踩在大便上跑步 就是踩屍感很重的一雙鞋 那我覺得這個定位沒有說不好 也沒有說好 那我覺得怎麼樣這樣講呢 是因為這雙鞋我覺得 如果它是一個體重重的跑者 在穿著這雙鞋跑起來 你會感覺到很明顯有這個 比較加寬的這個前腳掌 所以在穩定度上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包覆性 那在穩定度之外呢 在這雙鞋的腳感 就是實際跑步當中 你會覺得它在落腳的時候 不管是前腳掌或後腳跟 都可以給你很好的緩震效果 所以你在實際跑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覺得它是一雙 支撐性很好的跑鞋 但講回來就是在推進力的部分 在平路或上坡下坡的表現 平路可能就會覺得有點一般 因為它整雙鞋的腳底是剛剛講的 比較柴實感 所以你在落地之後 它能給你就是稍微的回饋 沒有很明確的那種 蹦彈起來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小小可惜的 但本來就是這樣 有一好就沒兩好 你很講求它的腳感很軟的話 其實就很難做到很推進這件事情 那這雙鞋在上坡的時候 跑起來的腳感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在這個柔軟度還OK的 這個中底的情況下 跑起來你會覺得腳感還滿明確的 然後在往上的時候 是一個還滿有 直接踩踏輸出的這種 效率的這個鞋款 那下坡的時候我覺得就比較相反 下坡的時候 腳跟著地可以得到一個緩震 還不錯的感覺 但它的包覆效果 我覺得在鞋面支撐的部分 就稍微弦了弱了一點 就是在跑起來你會覺得 緩震很不錯 可是你會覺得腳掌好像沒有到 被包得很緊 我覺得這是比較小可惜的地方 那最後我們在跑 平路還有速度的部分 平路表現我覺得就中規中矩 那在速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跟剛剛講到一樣 包覆效果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會覺得好像力量有一點點空掉之外 第二個是它的推進效果 一般般 它就給你一個很好的緩震跟支撐 那往前推進的感覺其實是有限的 那總結一下 第一雙鞋Holka Clifton 第八代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給可能 像是體重重一點點的跑者 在比較需要緩震效果 或是在動作沒有這麼正確的情況下 透過這雙跑鞋 可以帶給你很好的緩震還有支撐 讓你跑起來會覺得腳感是很舒適的 那如果你是比較進階的跑者 我覺得這雙鞋對你來說 可能就會稍嫌軟了一點點 它比較適合平常走路 可能是很舒適的一雙上班鞋 但你甚至要跑步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它稍微有一點點支撐性 太軟了 所以力量會有一點點不見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小小可惜的地方 如果只要用一句話來介紹這雙愛迪達跑鞋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是專為入門跑者而生的一雙跑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的腳感呢 在鞋子的設計上啊 它的竹跟加了Boost的這個鞋底 在腳跟的地方做一個加厚的狀態 所以你在跑步的時候 入門跑者最怕的就是跑支不正確 然後腳跟著地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透過這雙跑鞋 我實際在跑當中 也可以很明確的感覺到 如果我是腳跟著地 可以得到很好的緩震效果 然後這個滾動的感覺就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把它定位成 如果你是滾動型跑者 就是你跑步的腳是這樣 腳跟著地才下來 那這樣的話 這雙鞋可能是非常適合你 因為它透過Boost的這個中底 先幫你做一個緩震 然後再達到前面比較薄的這個Light Strait 可以推進 我覺得算是一雙 它兩個功能都有具備到的一雙跑鞋 但像我實際在跑了平路啊上坡 這種感覺就會有一點點小尷尬 因為我平常跑步可能比較接近全腳掌著地 或前腳掌著地 在著地的瞬間 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Light Strait這個中底 還有Boost的這個中底 材質不太一樣 因為你可以感覺到 這邊下去的底是很直接 然後彈性也是比較硬派一點點的 你會覺得腳感比較明確 可是如果你在著地到一半之後 Boost的這個底也落到地板之後 你就可以很明顯感覺 Boost的這個底有點偏軟耶 所以剛剛那個硬到一半的感覺就中斷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雙我如果用一般全腳掌著地 或前腳掌著地的這種腳感跑起來 會感覺有一點點尷尬的點 就是好像為什麼底突然從硬的變到軟的 反而有點奇怪 但如果它的定位是給一雙新手 剛入門要跑的這些跑者的話 確實這樣的設計是一個還蠻好的狀態 因為透過後跟的加厚 那在跑隻從腳跟著地到滾動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相對來講 確實它可以帶給新手跑者是一個很好的緩震 那在前腳掌比較薄的這種狀態 又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腳感跟操控性 那對於推進的感覺會比較明確 確實如果以這一雙跟前一雙 就是HOKA的Clifton第八代的話 跑起來的腳感在前半段前腳掌部分 愛迪達是略勝一籌的 但如果以整雙的這個 輕巧就是柴石感的感覺 舒服程度來講 我覺得HOKA還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那這兩雙鞋我們在前面先介紹呢 就是因為這兩雙鞋都屬於 沒有碳纖維版或推進版的這兩種跑鞋 所以這兩雙鞋算是比較適合 給出街入門的跑者選擇的一雙跑鞋 那這雙Supernova第二代呢 在上坡的表現我覺得就有點一般般 因為它的前腳掌是 比較保底比較硬底可以往前 可是你在落地的時候 又會落到比較厚的這個軟的位置 就我覺得腳感在上坡的時候 會有點模糊 但如果下坡的時候 你的動作會感覺是 後腳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緩震 可是緩震完突然好像變得有點硬派的感覺 我覺得在上坡跟下坡跑起來的腳感就會 有一點點明顯可以感覺到 兩種不一樣中底材質在落腳的反饋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跑在平路或柏油路 我覺得這雙鞋還是一個 跑起來還是滿舒適的跑鞋 因為緩震有達到 那前面的腳感也是很明確 我覺得是一雙還不錯 適合給入門跑者推薦的一雙跑鞋 那其實很多跑者問到 為什麼我平常跑鞋看起來都這麼乾淨 其實因為我很多時候在替換之外 最重要是我平常還滿愛洗跑鞋的 因為跑鞋如果不太乾淨 有時候中底它會有點容易氧化或變質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對於緩震效果其實就有點影響 所以我平常都用 菲利普手支電動洗鞋機 菲利普小旋風GCA1000 廠商說要搭配這個效果更好 所以還要搭配防禦公司的洗鞋特工 替換三種刷頭 來應付不同材質的布面皮革還有中底 簡單三步驟 挑選刷頭 高效清潔 這個刷的速度其實滿快的 它這個每分鐘500轉真的滿有力的耶 可以感覺到 它這個清潔程度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全面擦拭 刷出新亮度 而且使用電池動力 無需等待就可立刻清潔 專業級跑鞋護理 輕鬆洗去污漬 避免髒污影響性能 並且能延長跑鞋的壽命 這有差耶 你看我們整雙目前 把中底都做一個還滿徹底的清潔之後 都還滿白的耶 下一雙要來跟大家介紹也就是Nike 這是裡面最貴的一雙鞋 它是Nike Air Zoom Tempo Next 那這雙跑鞋呢 最明顯的就是很明顯它有兩顆很大的氣墊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氣墊呢 意味著它在推進感受是很明顯有感覺的 那如果只要用一句話來形容這雙跑鞋的話 我就可以稱之為這雙鞋有點像穿著彈簧在跑步 因為這雙鞋穿起來真的太彈了 那穿上去的時候你就很明顯感覺到 很有想要爆發出去的感覺 那種爆發性的感覺非常明顯 但也就因為這樣 實際在跑起來的感受其實不一定是這麼舒服的 因為你會感覺到落腳之後 整雙鞋很Q彈之外 前腳掌的這個氣墊推進感受很明顯 你會覺得你踩下去 一直有被往前推的感覺 可是其實有時候 在腳桿可能有點疲勞的狀態下 跑起來 這樣的明顯的感覺不一定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的氣墊 或者是它的定位來說 或許是比較適合成績可能稍微快一點點 或者是你的速度有一定的能力 那或許比較適合這雙跑鞋的設定 那在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在平路當中 或者是上坡下坡 我覺得最明顯的感覺 在平路的時候 除了推進感很明顯之外 它的這個氣墊的地方 異物感其實蠻有感覺的 尤其在跑上坡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看得到 它這個中底結束的地方 連接氣墊的這個位置 這邊其實是有一個小空間的 那這個空間在實際跑的時候 就有點容易像這樣 會有那個你感覺中底踩一踩 但是踩完怎麼突然好像斷掉 但斷掉的瞬間氣墊又給你回彈 就是它的異物感就是有點像是 中底支撐到一半不見了 然後又馬上有另外一個人頂回來 把你趕快再推出去 我覺得這是腳桿上面 比較容易跑起來會有那種 感覺怪怪的地方 但就是如果你跑一段時間 適應之後或是落腳位置比較前腳掌 其實這個異物感就有點減少了 所以這雙鞋實際穿起來 我覺得它不太容易讓你做到後腳跟著地 因為跑起來的感覺 會很明確都是可能推完 然後你就落地推完就落地 所以它比較會有 沒有辦法有那種腳跟很明確的著地的感覺 因為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比較硬的 所以你很難這樣踩下去 因為這個瞬間是比較硬的 那裡面又有加入這個氣墊 所以往前推進的感受很明顯 那跑上坡下坡的時候 它的包覆性其實是很好的 這個編織布面 是我四雙鞋裡面 我覺得包覆性 最合腳的一個鞋面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它的側向在落地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點點那麼不穩 在實際跑速度的時候 你會覺得在跑田徑場 有點太彈了 彈到你會覺得 我要衝刺的時候 好像有點轉彎 或是過彎的衝刺的時候 會有點沒這麼穩定 那整雙鞋跑起來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定位 可能是有一點點實力 然後跑步的配速可能在五分數以內 或是五分半 大概用這樣的速度跑 你可能覺得它是一雙可以幫助你很多的跑者 但是我覺得跑在五分半六分的以外的跑者 我剛穿這雙鞋跑這樣的速度的話 其實實際感覺起來會有一點點覺得 有點推太多 但反而實際自己在跑起來的感受 好像會覺得有一點點 多到身體撐不住 有一點點辛苦 最後一雙要跟大家介紹 也就是亞瑟士的MAGISPEED第二代 那這雙鞋 我覺得算是四雙鞋裡面穿起來 腳感對我現在的能力來講 可能是我會覺得比較推薦 也比較喜歡的一雙跑鞋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腳感 其實延續了它的上一代 MAGISPEED這種很穩定 然後像前傑在胡走 其實它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支撐性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今年的輕量化我覺得也蠻明顯有感的 而且在我上一代穿過它的MAGISPEED 就是比較碳板鞋的那種感覺 它上一代我覺得比較小可惜的是 碳板鞋稍微比較偏硬一點 那推進可能是有 但我覺得整體偏硬 但這雙鞋我覺得就得到一個很好的改善 就它中底材質其實跑起來實際會覺得 舒適很多沒有上一代這麼硬 然後側向的穩定也比上一代提升了不少 然後在推進感受我覺得也是 蠻有感的很提升啊 那這雙鞋在跑上坡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確的感覺 它給你的推進是很有感覺的 你在落地之後你可以覺得 後腳跟一直有被往上推的感覺 就是你把這個板壓下去之後 推回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跑起來的 上坡的時候蠻明顯有感的 但是在下坡的時候 就有點稍嫌 我覺得不太穩定 那不太穩定的點不是說包覆 而是它落腳的位置 它腳跟的地方其實 在落腳之後有一點點 我覺得它倒的速度好像沒有到很直接 就是我覺得跑下坡的時候 是我感覺比較明顯會有點 感覺怕怕的這種狀態 所以下坡有稍微慢一點 那在平路跟田徑場的表現 在平路的時候其實柏路 沒有這麼Q彈的情況下 它可以帶給你一個很好的推進感受 你在落地往前推燈 都可以感覺到鞋子其實幫助你很多 尤其在我們這麼多雙鞋替換之下 這雙鞋換的下一雙鞋通常都會覺得 哇怎麼突然有點軟 然後推進效果有點沒有這麼明顯 所以這雙鞋在馬路的表現 柏路的表現我覺得非常好 那在操場的話 就剛跑一些直線加速或彎道轉彎的時候 就有點可惜 因為在轉彎的時候 你會明顯感覺到好像 側邊穩定度 雖然比上還要有提升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會怕怕的 不太敢大力出力 那實際在跑起來的速度感受 我覺得也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在跑操場 就是比較常可能是跑間歇 這種推進感受 我覺得這雙鞋帶給你的速度感 還有力量的消失感 都是一個蠻平衡的狀態 我覺得整體算是 今天四雙鞋以來 我比較喜歡的一雙跑鞋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這四雙跑鞋的開箱分享了 那今天比較可惜的 就是沒辦法跟大家講的 非常資訊量很龐大的開箱 因為我不想要太介紹鞋子的這些數據 反而是想要親身體驗的這種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四雙鞋的特性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四雙鞋的 裡面哪一雙呢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說 以前訓練完畢 我可能鞋子都只會 稍微拿一些濕紙巾 稍微輕鬆的擦拭 但自從我入手了這支 菲利普電動洗鞋機之後 隨時隨地都可以洗 超級方便 而且這麼小你看 摔包包完全沒有負擔 重點是這個洗鞋機 竟然只要一千出頭的價錢 就可以享有這麼方便的這個洗鞋功力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刷頭 隨時隨地跑完步 就要來清潔一下自己的鞋子啊 重點是廠商還特別跟我交代 這支洗鞋機呢 具有IPX5的防水等級 趕緊點以下方資訊欄連結 前往優惠的賣場下單喔 我是你的家人的主委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按讚、訂閱、分享 我來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